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目 它说这个福尔摩擦5号卫星 是由这个台湾自主研发的光学摇测卫星 那半径叫做7000公里 那现在呢它说质量是500公斤 绕行方向呢是这个南北向 绕行的周期大概是100分钟 那现在呢 全球定位卫星GPS呢 它是1000公斤 半径呢是21000 那请问它的周期是多少 你发现这些人造卫星 它们都是绕着地球 那绕着地球 同学这个东西就是用科普勒第三定律 来科普勒第三定律在讲什么 半径三方跟周期平方相处为定值 当然有些同学他想到这个 万有利点的像行李也是可以 你如果用万有利点的像行李 你会得到相同的东西 就是R三方正比T平方 好我们现在呢 可以直接用看的 你也可以这样走 R三方正比于T平方 你看一下 它说有一个是7000公里的R 那另外一个它是多少 另外一个它是21000公里 来这个半径变成几倍 半径变成三倍 半径变成三倍 那半径变成三倍 来三倍的三方是27 那T平方就必须要27倍 那T平方27倍那T几倍 T就是根号27倍 T就是根号27倍 所以我们就说 它的T就是另外一个T的根号27倍 那根号27呢 差不多是多少 差不多是5 差不多啦 差不多是5 所以大概是5倍左右 5倍的这个 富文摩杀5号的这个周期 那5倍的周期 那就是5倍的100 OK 5倍的100分钟 所以答案选最接近500的 答案选C就可以了 好